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在新海峡时报的大标题来自当时法官宣判后 赫克尔被代理法庭时 公众旁倾袭上一名妇女突然大喊 给你判一千次死刑都不足够 新报头办标题明确指出判决虽然是22个终身监禁 不过是同一个时间执行刑期 也就是说赫克尔至少坐牢24年后 加上他在狱中的表现就可能提前假释不必再坐牢 另外在前风报头版新闻也报道了 国内至少有56间公司涉及非法投资活动 让他们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内获利大约五一令吉 他们吸引民众投资的手法包括货物投资 黄金投资以及外汇 警方目前向47名涉案的公司执行长展开调查 一个号称为新加坡最强的新岸俱乐部 拥有上万名顾客交流平台的卖营网站 不仅贴出234名女子的验照 资料以及价码 还替她们伸张正义 贴上偷钱包嫖客的照片 要警察叔叔帮忙捉贼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 有名读者爆料指 该名男嫖客的照片就贴在网站的左上方 点击照片之后便可以看见她涉嫌偷窃的资料 有网民指 燕女的防范性太松懈 更有网民调侃 燕女是非法卖淫 还敢敢要警察帮忙捉贼 真是非法要捉非法 无论如何 该名嫖客的照片已被取下 一名患有精神问题的妈妈 企图跳河自杀 12岁儿子赶紧追随呼喊求救 索性外祖父及时月和就起 才捡回妈妈一命 这事件于昨天上午11点多 发生在卢乃博公河桥上 这名女侍主冲出住家 跑到博公河桥上 二或不说就爬上栏杆 一跃而下 女侍主父亲形容 由于当时河旁滑 她拉不动女儿爬上岸 后来有意消退和救护队的帮忙 才顺利把女儿救起 女侍主在此时间中 暂未有大碍 只是待院方查证是否造成手臂脱臼 幸福到此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